心脏彩超相当于医生的透视眼,那么什么是心脏彩超?心脏彩超究竟能查出来什么?哪些人群医生,可能会让您做心脏彩超?这些疑问今天我们一一来讲解。 DUF首先,什么是心脏彩超?心脏彩超又成为心脏彩色多谱了,是唯一能动态显示心腔内结构,心脏的波动和血液流动的仪器,对人体没有任何损伤,心脏探头就像射箭机的镜头,将探头放在胸前来回移动,随着探头的转动,心脏的各个结构清晰的显示在屏幕上。 其次,心脏彩超能查出来什么?主要是检查心脏方面的疾病,主要检查心脏的形态学有没有什么异常,以及心功能是否正常。 比如先天性心脏病,其总数不下于一百种的畸形,都能用心脏彩超显示出来,能在屏幕上看到残留的孔洞以及通过该孔的血流,能看到半膜的增厚,开口减少,及通过该半口的高速血流。 能看到心脏结构左,右提前,后位置上的变化,以及由此造成的血流路径的改变。 能看到异常位置的心脏发发的各种畸形,说明,几乎所有的心脏疾病都能通过心脏彩超确诊。 医生可通过心脏彩超测量,了解和确定病人方法,心脏彩超也是唯一能直观显示半膜病变的仪器。 通过彩超的测量,医生可了解半膜病变的程度,已决定保守还是手术,心疾病,关心病等。 心疾病是今年来发病率逐渐上升的疾病,心机的增厚,心腔的扩大都要依赖彩超来判断。 对观心病,采超能直观显示心肌的运动状况及心功能,向临床医生提示心肌缺血的部位。 DUF哪些人群医生可能需要您做心脏采超? 一、患者有一下不适症状,头晕,包尬青磁,头痛,胸门,胸痛,呼吸困难常叹气,心率快等。 二、营养不良,胸阔畸形,连续几天发热等。 三、做过心脏超生检查并且提示异常的复查病人,先先术后病人。 四、外院超生检查异常,或住生前运检超生发现有心脏疾病。 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如房间隔缺损,视间隔缺损,动脉倒挂为壁,法洛式四元症,又是双出口,大动脉转位,肺经脉易为引流,心内摸电缺损,被动脉狭窄,主动脉锁窄,涌成动脉盖,担心房,担心室等等。 心肌病,心肌炎等,无某些药物可能导致心脏损伤,比如一些化疗教物等。 六、医生体格检查有良性发现,比如心脏杂音等。 其各种心电图,X线心影显示异常时,比如心率失常,心率不齐,心影大,心影跑满,各种类型高血压。 DUF检查提示的做是舒张功能减退,又该怎么办? 首先我们要了解心脏工作的过程,心脏的作用有很多,最主要的工作是像一个蹦一样,不断把血液从各个器官回收到右心,这是右心的舒张。 再把血液送进被脏进行气体交换,这是右心的收缩,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,把氧气带到体内,然后心脏再把被脏负含氧气的血液回收到左心,这是左心的舒张。 随后左心是收缩,把负含氧气的血液送到全身各个器官,这是左心的收缩,维持各个器官的正常功能。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到,不管是左心还是右心,都有一个收缩,舒张的过程。 舒张是由于心脏内血液增多,心腔会扩大,收缩时要把血液蹦出去,心腔会缩小。 一般来说,心室的舒张功能指的,就是心脏舒张,导致心腔扩大的能力。 心脏的舒张能力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,一个是心脏自身的顺应性部。 好,这个顺应性不好指的是,我们把心脏看作一个气球,在气球胶还没有硬化前,吹气就很轻松,要是已经硬化,吹起来就有点涉利了。 另一种是心肌主动伸展扩张,导致心腔扩大的能力。 通常情况下检查时,不太容易把这两种能力区分开。 旧同称,被舒张功能,左式舒张功能减退,或减低,常常是很多心脏疾病的早期表现。 丢索式舒张功能减低,大部分是属于正常现象,由于年纪变大,心脏长期运动造成的影响。 通俗来讲就是心脏弹性减低,心脏泵血功能减退,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负荷病变,或者慢性心肌病变引起的。 除慢性心肌功能不全慢性心衰,关心病,高血压引起的心脏负荷过重,心肌缺血,肥后性心脏病,心胞疾病等,另外糖尿病也会引起这种状况。 一般来说,没有高血压,糖尿病,关心病,心肌病等疾病,而且没有症状的人,尤其是年轻人,可以不给予特殊处理。 继续观察就行了,如果有上述疾病,需要向医院发疾病的,不用针对佐世书章功能减退的。 所以,大家拿到这个报告,不用过度担心。 另外,也应在日常生活中,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,如保证规律和作息时间,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。 合理善时,避免刺激性眼识,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,避免情绪频繁过度波动。 另外,按时随法,定期复畅,了解疾病进展便尊同合理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